事实上是这样子 我看过印尼的Elizabeth 印度尼西亚Elizabeth 她是脑里面长的东西 飞到西亚出来 她头非常的痛 痛到不行 痛到快要晕倒 回到这边来 回到这边来 我给她加持 她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她自己进入开刀房 来医生给她开刀 把她的脑打开开刀 开完了再把她红河 是做梦的便没有真正开刀 来印尼的Elizabeth 然后医生跟她讲 我把你脑里面长的东西已经拿走 但是剩下一点皮 剩下一点皮 我没有拿干净剩 还有一点皮 第二天醒过来呢 就是她在梦中看到那个开刀的人 那个开刀的人 对她笑了一下 拿下了这个口罩 看一看 原来是师尊 他一看原来是师尊 结果 做到这个梦以后 她脑袋 就不痛了 她回到印尼的医院去检查 那脑长的那一个东西 不见了 因为你的医生跟她讲 你一定是到别的地方去开刀 剩下一点皮 还跟她讲 剩下一点皮 没有弄干净 还有一点皮在那里 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印尼的Elizabeth 这就是这个梦